TTG3比0横扫涛博 捍卫了自己大士组的地位 压力给到下面的玉三家战队 轻轻并后回归 压力也同时拉满 编路鲜鱼 首发两局全部获胜 第三局 轻轻小艺和翻翻回到首发 一旦输了 必定会出现节奏 好在最后一局 顺利拿下涛博 轻轻关羽 追着冰城牛魔 输出画面非常滑稽 小艺大四命掌获 MVP也稳住了首发 这边龙啊 哇靠一新人抢龙啊 这是什么运气啊 家人们 这是你压的什么运气啊 你压的买产票去吧 100块钱产票能让你赚500个 这是什么运气啊 有一说一不然这不 全责啊 这全责啊 这放个一只能把龙顺带抢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人傻了 哎呦 青青又来跟冰城两个人贴贴 龙哥贴贴 龙哥贴贴 龙哥 龙哥 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 给了他们两个人二人世界 给他们尊重 哎呀 青青一刀劈死了龙哥 从进去点击第15分26秒 我们恭喜 广州 TTG 专业 赛后主持人天云问到了两人 从DYG到TTG的感受时 都颇有感触 似乎也都释怀了许多 毕竟当年在DYG夺贯后 小翼拿下FMVP 加上轻轻转会两人的舆论发酵 非常厉害 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两位 穿着同样的制服 然后站在一起之后采访了 上一次并肩作战的感觉 还记得吗 记不得了 记得了 你说嘛 你都先说你记得了 上一次夺贯的感觉 应该是夺贯吧 上一次是20年的冬冠 然后亚军 然后现在 三四年了 然后还是熟悉的感觉 我觉得他没有变 他没有变 那你觉得他变了吗 没有 不是 没有变也不一定是啥好事 咱可以变得更好 对不对 这个一起打比赛 轻轻 你觉得现在身旁的小翼 有没有变得更加成熟一些呢 有吧 他的性格呢 沟通 我觉得性格的话 都一直很好吧 然后可能会比以前成文一点吧 与此同时 另一面涛博被TTG零封后 最难受的当属新教练张角 如今 临胜三副的涛博 跟临胜二副的WE分数一样 搞不好 变成最后一名要被淘汰 反观老东家 LGD二胜一副 自己带队的实力将遭到质疑 九折直播时 还调侃张角 被自己带到了不属于他的高度 张角怎么现在带队伍 出现了问题 我感觉 完了 张角这是又失业了嘛 感觉如果 他去涛博没打好的话 后面容易让大家 对他失去信任 确实 然后老干爹还打得挺好 本来是我把他带到了 不属于他的高度 这句是学的听安的啊